大家好,我是乐乐妈 今天我们用红薯搭配两三个鸡蛋 来和大家分享美食 我将每周都在吃 比包子好吃,比油条简单 大家一起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先把红薯的外皮削掉 去了皮之后的红薯清洗干净 然后写到切成薄片 全部切好,装入盘中备用 再放入蒸屉中 盖上盖子,大火把红薯蒸熟蒸透 上汽了之后大概需要蒸15分钟左右 红薯就熟了 现在我们打开盖子看看 像这样用筷子能够轻易的搓烂 这种程度就很好 我们把红薯取出来装入大碗中 然后用秤手的工具把红薯压成泥 尽量压得细腻一些 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压好之后我们根据自己的口味 往里边加入适量的白糖 再加入三克酵母粉 然后倒入两个鸡蛋 这样可以丰富营养 搅拌均匀 使酵母充分的融化开 这里大家需要注意 如果红薯还比较烫的话 尽量稍微晾凉一些再加酵母 不然太烫了会把酵母给烫死的 那样的话就发不起来面了 搅拌均匀之后 少量多次的往里面加入面粉 这样能够很好地掌握面团的粘稠度 多分几次加入 搅拌至没有干面粉的时候 我们再开始下手揉面 揉成这样软硬度适中的光滑面团就可以 现在我们盖上一张保鲜膜 把面团放在温暖的地方 发酵半个小时 这个时间段里我们可以准备一点油酥 碗中加入一勺面粉 再加入一勺红糖 先把面粉和红糖搅拌均匀 然后加入热油 激发出香味 趁热搅拌均匀 这样美味的红糖油酥就做好了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调成五香的 葱油酥的都可以 先放在一旁备用 现在我们来看看面团 发得真好 我们先把保鲜膜撕掉 看看里边满是蜂窝状 现在把面团取出来 案板上撒些干面粉 放入面团揉面排气 多揉一会儿 一二十分钟左右最好 第一 揉面是为了让我们的面团形成网状结构 能包裹出发酵时产生的气体 形成蓬松的组织或是更好的口感 第二 揉面的目的是使面筋形成充满弹性的结构 吃起来更有劲道 揉好的面搓成长条 再切成面剂 第一个面剂要比后面的稍微大一些 后面的切成大小均匀的块 再把每一个面剂都取出来单独整理 揉个三四十下之后再搓圆按扁 撒些干面粉 然后再用擀面杖均匀的擀开 第一个擀薄擀大一些 可以一边旋转一边擀 这样可以防止面片粘连在面板上 就像这样擀成一圆硬币厚度差不多就行 现在先把最大的这一张面片放在一边 接下来再把剩下的小面剂一个个擀开 厚度如5毛硬币左右 就这样依次擀完 然后我们在第一张面片上刷上油酥 均匀的刷开 不过记得边缘的一圈不要刷到 边缘留个两三厘米的位置 中间均匀的刷开 然后再放上第二张小面片 就这样依次操作 直到放完最后一张为止 只说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然后我们在第一张面皮预留的边缘上刷上一点清水 这样可以起到粘连的作用 刷好之后我们把它拉起来覆盖住最后一张面皮 边缘的一圈全部拉起来覆盖住 整理整齐 这会儿我们把面翻过来 在正面皮面上再均匀的刷上一点清水 然后再撒上一些黑白芝麻蒸香点缀 事先刷上一点清水 这样芝麻就可以粘在面皮上不易脱落了 现在我们再用擀面酱轻轻的擀压一下 这样粘就非常的牢固了 现在就全部做好了 直接拿起来放入蒸锅中 盖上盖子进行二次发酵 经过二次发酵它不会有蜂窝 也不会有气孔 就像这样体积明显变大就可以 现在盖上盖子大火烧开 上去之后再蒸25分钟 关火之后记得焖5分钟再开盖哦 哇好香啊 淡淡的红薯香味扑鼻而来 不能够确定是否熟透的朋友 可以用一根牙签搓到底 拿出来没有面粉粘连 这样就已经熟透了 现在就可以出锅了 放在案板上切开就可以 可以切成任意自己喜欢的形状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吧 这样一款家常简单的千层饼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千层饼一层一层到非常的香 而且里面有鸡蛋红薯非常的有营养 如果大家想要吃香一点的 那就放在平底锅中烙一下 那样松香酥脆的也会非常的好吃 蒸出来的会比较香软一些 而且会更好消化 凉了也不会硬 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孩 做一早餐正餐都可以 饱腹感强 轻易不会觉得饿 而且可以用来搭配牛奶 青粥豆浆都很不错哦 是一款百搭不挑的美食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试哦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 记得关注哦 我是乐乐妈 我们下个视频见 我们下个视频见